唱作这首歌的时候 我当时正在准备 我的这次演唱会 这次JJ20的演唱会主题 其实就是在讲一个二时 有一点像是自画像 但是这个自画像 不能只是自己一个 而是要有对象跟对方 来帮你一起完成的一个任务 就像歌曲里面 就像演唱会讲的就是 You complete me 彼此圆满 第一次看到JJ拍MV 整天都在笑 因为这支MV其实它很特别 是我们决定送给JJ20多年的 一个大礼物这样子 那这个大礼物就是 送给JJ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我觉得JJ20多年来 他MV太多了 每一支都是非常的多姿多彩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决定 把这首歌自画像 拍成一个很简单的爱 有冲动 有冲动 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幸福家庭来之不易 虽然很辛苦 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甜蜜 那今天的甜蜜就是 完全在这个笑脸上面 就像导演刚刚说的 其实是透过这个作品 送给了我一个想象吧 或者是说一个期许 因为演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一个已婚的状态 然后有一个女儿了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为家庭付出继续的工作 努力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 因为还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但是透过这次的工作 同时我个人也觉得 我也在体验一个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 我是不是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是想象 可是事实上我今天 很多地方观察到谁谁 他其实他非常细心 第一个早上 第一个TAC 他就跟我讲说 我通常带小孩子 不会这样子带法 我会让他在左边 我会让他在右边 因为车子会从左边这边过来 那我觉得这一点 那我觉得很惊讶 其实他还没有变成一个爸爸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男孩子 对 Lina 嗨 Lina 嗨 Lina 恰不恰 一秋都演那种很帅的那种 黑帮的那种老大 我只能演这种乖乖的爸爸 回到歌曲本身 我觉得刚刚导演说到一句话 就是字画上其实并不一定是 自己在画自己 而是 伴随幸福的人一起完成的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我觉得 哇 这个MV的重点 今天我要来欢迎我的剧中的家人 我的老婆 韩宁 大家好 我是饰演JJ的老婆 我叫韩宁 还有我的女儿 Lina 我叫韩宁 我叫韩宁 Lina今年几岁 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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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你拍MV开心吗 开心啊 你看有没有脸很像 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希望 所有在看MV 在听歌的朋友们 可以透过我们的 这次的用心 来感受到 也可以感动到你们 这样子 希望借着今天玩得愉快 你们的样子要在Carees 再 догонч读一点 一样 微灯情形 它的美人情形 微灯情形 不需要 比考 Abdul 感谢观看